人家跟我16吨我可以陪你們 七夕情人節前活動舉辦 比誰的公主抱撐得久 立委許智傑向成立一半 沒跟著跑行程 當場下站鐵和參賽民眾 比個16吨打親民牌 要拼2026年民進黨高雄市長 黨內初選看板站開打 高雄市有8個立委選區 我們每個選區都有 那未來就陸陸續續 有一些朋友會提供我們一些 不用租金的看板的地方 我身邊兩三天三四天就過完了 刮看板那就是這是一定 必要的一個宣傳手段 那所以這個我都會配合 黨中央的一個 初選的一個規劃時程 來做相關的配合 比起許智傑要掛上的看板數量 林黛化戰略要等黨中央 公布初選規則資源用在刀口上 爭取曝光度不只用看板 進入8月還有這一個節日活動 忙不完 不只看板跨區立委賴瑞隆 人也直接跨區來到岡山 祝長輩父親節快樂 一上午連跑好幾場 在重要節日前 邊拜票邊祝福 立委邱毅營在凱米颱風之後 先回房選區內受災戶 視察人物工業區 又在本專PO出災損補助訊息 民進黨高雄市長出選之前 已經由綠營四位立委表態 政策之外服務之外最重要是風度 要要風度好才會贏得人民的支持 要拼2026高雄市長先黨內出選 四位立委鴨子滑雪 高雄市長陳其邁以過來人的充分提醒 各自努力不能傷何氣 三立宣傳黃啟超翁玉文高雄報導